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它的红茶味道跟别人不一样 就是没有那种色素的味道 而且它是日月坛的那种茶叶 就是喝起来蛮香的 一个月左右吧 有空经过这个通常都会来这间吧 总店位于宜兰罗东夜市 东兴路与明深路交叉路口上 以健康路线做出市场区隔 坚持努力两年多 饮品摊已经打入了大台北地区 在南京东路店和通话夜市 开了两间加盟店 严选台湾在地食材 如日月坛红茶 南投高山乌龙 以及台南的冬瓜砖 还有我们现挖的百香果 及现压的柠檬汁 日行研发的黑肠糖水 饮品摊最畅销的商品为鲜奶类 像是鲜奶茶 鲜冬茶和乌龙鲜奶茶 养乐多多类 也是蝉联排行榜的饮品 例如百香多多 冬瓜多多 柠檬类饮品 现打果汁如木瓜牛奶 西瓜牛奶 也都深受消费者的好评 平日大概都是保持在200杯 假日的话就会好到两至三倍 大概最高卖过一天600杯 来客宿大约就是当天 大概就300多人 如此惊人的销售数字 背后一定有它畅销的商业机密 坚持当天现泡 选用天然高成本台湾食材 选用的是日月坛的阿萨美红茶 茶汤色珠红色艳丽 味道爽口 而并带有甘甜的美味 台南的冬瓜块 古早味百分百 从天然手工不加任何防补剂的冬瓜砖 严选南头的高山乌龙茶 它是海拔1200公尺的高山茶 有着浑厚的口感 口味独特 清香再回甘 坚持当天现泡茶 注决隔夜的茶 我们只要隔夜的茶我们都会倒掉 在打响茶品在市场上的知名度后 郑老板开始研发饮品新口味 最后他发现 加上现榨的新鲜柠檬汁 和现蛙的百香果粒 是茶品最独特自然顺口的好味道 像柠檬鸭汁我们都是当天现鸭 然后我们在鸭的时候只会取它的汁 而不是连皮 有些人可能就是连皮 他就会把它压下去压到底 那个皮的里面 就会有产生苦涩的味道 特地选用从南部运送上来的 新鲜柠檬和百香果 与一般饮料店为降低成本 使用浓缩果汁和香料的做法完全不同 新鲜的百香果 你再切下去之后 它就会散发一种独特的香气 是外面浓缩果汁买不到的味道 赵老板在饮品 从严选材料准备到调制饮品 样样都是自己研发 为的是替顾客的健康卫生与安全把关 因此就连糖水 也都要自己亲手研发与熬煮 先与黑糖做基底 再加进特级砂糖 细心小火熬煮 这就是好喝顺口的关键配方 为了做好一杯最健康的饮料为宗旨 我们采用天然的食材 风味俱佳 本人对香料 硕化剂 乳化剂等 合成原物料 观感不佳 为顾客的身体健康着想 做生意凭着良心 一分钱一分货 放弃低成本的进口茶叶 采用高成本的台湾在地食材 方方明明来 我觉得全罗东就这一件最好喝 因为喝起来爽口很顺口 不会很腻 这些就好像都要整个下去用 我有化验用 所以我都常常来买 吃完之后才会消化更好 正因为赵老板 不为成本考量而妥协的做法 不断努力在新口味的研发 坚持天然健康 是加盟者即使身处在竞争与厮杀来形容 也不为过的饮品市场 也因为得天独厚 天然产品优势 得到众多消费者的青睐 觉得跟其他饮料店比的话 饮料不舒 就客人也都蛮喜欢的 喝也都觉得蛮顺口的 然后大家接受度也都挺高 因为都是用天然 台北市贸加盟展 大概是6月10号至13号 我们会去试天在那边 当天都是以微型创业为主 大概就是10万元包到好为主 帮助青年创业 也帮助一些中年的人 找到一些固定的工作 很好喝 自己喝喝看 蛋 青年吉生的赵老板 以天然台湾在地的茶叶 与自然健康的口味 加上创业的碰撞 和敢冲敢拼的行动力 用口感来见真章 驯服了一个个挑嘴消费者的味蕾 相信未来 发展成遍布全国连锁品牌 是指日可待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